回到军事观察室 本周重点关注是南海的局势 越南一再挑衅中国 中国到底有什么军事动作呢 今天请到马里程和在美国的军事观察员 袁卓坚共同来分析 先问一下马先生 越南这次又在南海实弹演习 又要拉上美军 有什么意图 实弹演习是第一次 这么火红火绿的时间 在这个关口 他在南海进行实弹演习 虽然这个地方好像是比较不敏感 但是我们看看那地图啊 越南的演习应该是在这里 据说是在近海 所以他的这个射程呢 也不会太远 但是要注意到 他是延伸一个计划 是在他所谓他的本土 也就是他占领了南沙这些地方 一样可以进行实弹演习 那么就把中国这个道路是中途切断 所以对中国是一个武力的 一个威胁和恫吓 再有一个呢 全面争兵 争什么兵呢 你这海岛用不了几个兵啊 所以他就是用不对称的打法 就用这个心理战 用宣传战 说如果是真的 你要是占我的海岛 或者是占我的这个游警 那我就和你这打全面战争 发动这个不对称战争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越之间的军力是相差 这个不是几倍 而是十几倍 但是他还有一个 就是要把美国拉进来 把菲律宾拉进来 虽然美国说南海的事情 那不要动武 因为现在应该要动武的是中国 中国是吃亏了 中国而且是损失了很多 29个岛礁给越南 每年是损失2000多万石油 现在中国要在这个南海开发石油了 肯定就要有这个武力做后盾 真正要是动手的话 有可能是中国用这个陆航部队 或者是用海航部队的直升机 进行这个占领岛礁的这个战斗 所以越南方便是用先发制人的方法 去抢占这个这个主动权 想挑衅中国提早开火 然后把这个美国菲律宾都拉进来 好 问一下美国的原先上 从美国角度分析 美国怎么看现在的中越南海之争 会打起来吗 很显然越南的海空军实力 跟中国就不是在一个档次上的 当然中国也不会说倾全国之力 去跟越南争议雌雄 那么在南海方向 显然中国就是南海舰队 担负这个主角 那么越南海空军实力是怎么样呢 基本上来说 越南的海军也就是能拉得出手 能在海上一站 就大概就是六艘护卉舰 是两千登级左右的 而且有四周比较旧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他在跟俄罗斯谈的这个情况之下 想进口这个QO 这是improved QO 那么QO这个状态是不错 但是呢 目前的越南还没到手 预计交货时间是2012年到2015年左右 就是就更加不用说什么时候形成战斗力了 所以从这个方向来说 越南海军的战斗力是比较弱的 那么越南的空军呢 也是主要的机构还是米高21 能够拉得出手的是大概12架苏27 还有4架苏30 还有两套S300PMU的地空导弹系统 那么以这种实力很显然 跟南海舰队比都不在一个档次 所以如果单纯说武器装备而言 越南是处于劣势 那么以人员而言 越南空军的作战水平 现在还停留在一种依靠地面雷达指挥的水平上 就是它的联合作战水平还更差 那么从人员数值和武器装备而言 中国越南都不是在一个档次上 中国要远远高于越南 美国是劝中越都不要动手 而且他也不介入 但是万一他要介入的话 袁先生你说他会怎么办 在这个南海的中国越南冲突问题上 美国的态度是比较不清晰的 这取决因为美国过去几十年 一直的战略重心释放在西太平洋 就是以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为基础 以台湾为筹码来跟中国进行对抗 那么南海战略并不是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而近期美国意识到南海的重要性 所以在美国的各种智库的讨论之中 美国的南海战略基本上 大概可以规划成这种几种情况 一种首先是重返菲律宾 就是希望能在苏比克军港 能成为他美军的永久基地 那么至于美国菲律宾之间 能不能成为像美国日本和韩国这样的 坚强的盟国关系 那是以后看情况再说 首先第一步是重返菲律宾 只有在重返菲律宾的基础上 然后再经营越南 经营越南第一步是首先把越共搞掉 再成立一个亲美反华的政府 这样美国的南海战略利益才得到最大 目前来说并没有出现这种态势 而中国越南这种冲突 美国以表态是没有任何利益的 好 欢迎向马先生啊 现在爱国人士都呼吁在南海解放军要有动作 您怎么看 我估计打会是很小规模 很快时间的一种这个夺取岛礁 或者是钻油平台的这种打法 那首先拿到这个绝对的制海制空权之后呢 那用这个直升机垂直降落 拿一个小岛礁 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就已经搞定了 因为后面有强大的火力支持 但是我们要看到越南会有它的这个应对 越南主要是想用这个潜艇 来把这个中国强大的水面舰船编队呢 把它拦住 潜艇在什么地方分布呢 也不一定是在这个战争的时候分布 要是打仗打输了 它可能用潜艇来截断中国的这个航线 打民船 打游轮 这个是越南的杀手锏 所以在整个这个广茂的这个南海海域 对越南作战反潜应该是一个重点 好 谢谢两位分析到南海最新的形势 解放军要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我们会密切的关注 稍微来重点分析一下 美国主动在上海的外海的拦截朝鲜 运送导弹的船只 到底为什么选择上海外海呢 是警示中国 还是美国把侦测的设备 已经移到了中国周边呢 稍微回来重点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设备 回应一下凤凰网友问题啊 美国的派出居住舰主动在上海的外海 拦截怀疑朝鲜运送导弹的船只啊 网友重点要问一下马鼎生先生 美国拦截朝鲜相关船是经常有的 是为什么这次在上海外海 美国朝鲜两家都是对中国包藏货心 没有一个好货 首先朝鲜要是真的运送导弹 或者这个有关技术给伊朗呢 首先就是违反了联合国对他的制裁 这个决定 联合国是不准他出售或者进口 任何这个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 这是坏事 这样的坏事为什么要经过上海的外海呢 这是朝鲜的不对 但是美国你在这个万里航线 哪接他不行啊 偏偏在中国上海的外海接他 那个意思就是说 哎现在我抓着贼了 你也是联合国五常之一 你也是投票要制裁朝鲜的 请你来和我一起来登船检查 这也是把中国想把中国拖下水的一个阴谋 美帝中央空调特约之军情观察室 由节能环保美帝中央空调赞助播出 并连同水中贵族景田百岁山矿泉水 联合赞助播出 台湾军方昨天呢 高调的公布台军最新的四款数字化的迷彩啊 因为台军现在穿的迷彩服呢 已经穿了15年了 台军这次更换最新的数字化迷彩呢 在台湾50多个不同的城市和海滩 采取最新的数字化的颜色的参数 作为比例 研究出台军最新的数字化迷彩 节目最后看看台军的贴近实战的数字化迷彩 以上是军情观察室夏宗三 我们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的是东风日产凤凰全球连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